欧灵光的智慧 我的每一个生活领域的能量都开放而流畅 有时候不流动可能是在于你的身体 如果你的身体不如你想要的那么健康有劲 追随内在冲动可以让你开始得到更多能量 你的身体总是在试图告诉你它的需要 你收到身体的低语了吗 它也需要你多休息 亲近大自然运动或改变饮食 顺随内在冲动 你的身体会更健康有活力 当你在这个区域获得更多的流动 它会帮助金钱流入你的生活 花点时间关照你的身体 有什么地方能量卡住了吗 有什么内在冲动是你经常忽略的 例如改变饮食 多运动 按摩或户外散步 这几天有什么你可以立即采取的简单行动 帮助你打开这部分的能量 有时候你可能感觉情绪的堵塞 对某人感到愤怒或压抑你的感觉 抱住向上提升的意图和带住慈悲说出你的真理 能解除情绪的堵塞 再次遵循你的内在冲动 聆听你的感觉 尊重他们并采取行动 检视你的人际关系 有任何失与受不平衡的地方吗 在哪里你投入很多能量却鲜少回报 或者你不想付出只想接受 你送爱给别人吗 你感觉被爱吗 你的心是敞开的吗 当你发现一个地方阻塞 你可以问自己 我能做些什么让这里的能量流动 它不必是个大动作 它可能很简单 例如 告诉你的朋友一件你必须说的事 在接下来的一两周你能采取什么小的行动 去打开你与某人之间的能量 也许只是拨个电话 改变你的态度 或在心里对某人说你接受他本来的样子 一个不快乐的区域可能会影响其他的区域 当你对能量越有意识 你越不可能把生活中不如意的地方盖藏起来 为了经验你追寻的丰盛 活力与成长 你有必要尽力让生活的每一个地方保持畅通 当金钱不再涌入 就是你开始去做你想做的新活动的时候了 找到能带给你喜悦 活力与能量的事 开始做它们 如此 你会让你的能量流动并创造金钱的涌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